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三只丑猪的妈妈 最近年初一月份 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都没有去博明汉上过中文课了 那孩子们的中文有没有退步呢 我们今天在家做一个小测试 苹果 蕉蕉 橱子 蜂蜜 蜂蜜 玉米不是蔡菜呀 嗯哼 没有事啊 嗯哼 蜂蜜呢 黄瓜 蜂蜜还有黄瓜 不是一个vegetable 也不是vegetable 嗯哼 grimpepper呢 嗯哼 青椒 但是青椒不是一个vegetable 那是什么东西啊 是个fruit 是吗 嗯哼 真的吗给单 嗯哼 谁告诉你们的 Titcher 哪个学校的Titcher EVERYONE 好英文 是吗 yeah 因为它有seeds 什么有seeds呀 哪有seeds 那里边有seeds的东西 都算是水果吗 yeah pun apple 菠萝 菠萝是个蔬菜 你们两个逗妈妈玩吧 嗯哼 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 我去查了一些资料 事实证明 是女儿说的对 如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植物开始说起 植物分为 根 茎 叶 三个部分 有些植物呢 还会开出漂亮的花朵 那么什么是蔬菜 什么是水果呢 完全取决于 它是由什么部分变成的 一般来讲 如果是由植物的花朵变成的 并且里边含有种子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水果 就是为什么 女儿把黄瓜 南瓜 玉米 叫为水果 而由植物其他部分变成的话呢 比如说它的根部 红萝卜 土豆 或者它的茎 还有叶子 比如说包菜 我们就把它分为蔬菜 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女儿坚信 菠萝是蔬菜的一种 你还需要特意跟大家提醒 草莓不是莓果 莓果类是指由单一脂肪 所生出的多子肉质果 深受大家所喜爱的草莓 是由花脱膨胀产生的 莓上的籽也不是真正的籽 其实是它的果实 称之为瘦果 还有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瘦果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瓜子 就是向日葵的籽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莓果呢 比如说香蕉 西瓜 奇异果 青椒 啊好了 我自己把我自己都已经给说懵了 但是呢 还是一句话 艺术来源于生活 却高于生活 同样 科学也来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 现实生活中 你千万不要这么照真啊 人嘛 得过且过 不要去给别人科普 也不要去随便纠正别人 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我是三只臭猪的妈妈 喜欢和您一起聊孩子 聊生活 请你关注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老师就像好妈妈